你! 前面的患者 are not 尊重疾病 事先通了 尊重疾病 现在用袍子,用袍子 用袍子,哎呀 你看 师父不在 都去睡着了 现在用袍子回来 謝謝小玲 下面 有沒有小過地 小過了 謝謝 我要不要先上去,等一下再下來啊 大家都不在嗎? 大家都不在嗎? 在嗎? 在 關不在嗎? 怎麼現在看到 跑這麼久,這麼多啊? 從竹領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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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想下去 我那個客廳那邊坐一坐、等一等 结果被你们吸引力 吸到这里来了 无法控制 从欧洲也被你们吸到这里 何况在隔壁呢 那个 你们联络人员在不在? 赶快跑来这里 坐这边比较凉 偶尔坐了 更快 外国人因为他们不懂 所以不能请他们 过来快 下下下 啊一二三 不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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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过来 过来 小心、小心 进来进 小心蚂蚁在那里 他们脚上没小的 就坐前面比较好 坐那边也可以 坐过来 圆圆一点 OK啦,就这样而已吗? 没几条 那些工作人员 来这边工作那些人 可以跑上台,男女都一样 赶快,一、二、三 用跑的,不用斜死,快点 那些在这边工作的,真的认真工作的 不是来那边摸槽、摸花那些 然后凡人亮来亮去看花的 看那种比较会跑来跑去那种花 过来,过来,过来,前面 没关系,没关系 小的就前面,大的就好 快点啦,快点,我们要讲经开始 我在这边,在手上有一本书 是叫烈子和羊尺 还有孔尺、老尺 一大堆的尺在里面 不过他们讲的东西 我们这边也都讲过了 不过因为你们怕你们不相信嘛 所以又把别人卖出来了 我们听别人讲话,也比较相信 听那个华生生的师父讲 比较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OK OK 有意思嘛 这羊猪 羊猪跟羊尺一样 一样的人 那么奇怪呢 他跟老尺 老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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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会死 老尺 他跟老尺是不是同死生的 不是,羊猪 略是有的 啦 不是,羊猪 羊猪和老尺同样 庄子 不是,羊猪 羊猪是老子的土地 和老尺同样 庄子 不是,跟老子在一起 他们搞错了 奇怪呢 杨子他本来自己很出名嘛 是一位老师怎么跟老子混在一起呢 OK 管他啦 管他什么词啦 反正都死了 不能变白什么 我们随便念出来就好了 杨子啦 我是杨粗啦 他到苗栗去了 到南方去就对了 意思说他从台北搭那个便车 或是他巴士跟同修一起来苗栗的 然后到那个一个地方叫拜地 拜不懂得怎么 拜就拜了 那个老丹 老丹也是酸老子 他怎么加一个丹在那边干什么 死也不好了 还丹 OK 老丹 这个丹跟丹不一样 那个老丹他刚好跑到秦国那边去 在那个梁国的时候 大概在那个新竹的时候了 大家互相碰面 他们两个彼此在那边看到 那老丹碰到那个阳尺的时候 就在那边抬头到那个天空那边去 这个样子 跟哦 这个样子 想干什么 再看一下 然后他就叹了一口气 奇怪 老子怎么做这个样子干什么 大概有幽浮跑过去 他顺便看 然后他没有看样子 他这样子 我以前认为可以叫你 结果今天觉得你是无法 无法救他 没办法 没办法的这个意思 然后杨尺没讲什么 我认为他讲很多 结果没讲什么 真的没讲什么 书有写说他没讲什么 他就 不过他跟着老子 后面一起去的 到一个旅馆的时候 后 仰尺就去洗澡 刷牙 洗脸 练乳去 打桌 两个半小时 后 出来去 哎 还有梳头发 还有把那个鞋子放在门外 装袜子而已 然后跪下来 然后用跪这样子 爬到那个牢池旁边去 他就很恭敬的说 刚才师父头抬朝天了 是不是 往天空去 然后叹一口气 然后跟我说 以前您认为可以叫我 那现在您认为我没有办法 那是什么意思 请问 请师父指教了 他讲得很漂亮 不是像我哦这个样子 刚才因为师父一时默默的慢慢的静静的走 所以弟子不敢不敢问 现在请师父指示 让我了解我错在哪里 我的缺点在哪里 老子就说 看你好自慢啊 夸张啊 谁要靠近你 如果一样东西非常白的时候 他看起来会觉得好像有一点 怎么样 有一点 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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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瞎子 有牙齿啊 瞎子 瞎子 OK 一点点这样 好像点点点点这样 你看 所以我那个白 好像有东西在上面 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黄 这边是金 就绿绿的 因为太白了 不行 我大概也懂老子的道理 还没看过 懂了 多谢 你是唯一的拍 好啦 我不是暗示了 太迟了 他说如果太白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有瑕疵 瑕疵 瑕疵 如果得很圆满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有缺小 他意思说什么 你们知道了 然后养子非常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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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都变色了 然后就卖下去了 所以第一次遵命 遵命这样 我不晓得 他们两个了解 我不了解 他讲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很尊敬他 这个我知道 看得很清楚 他很尊敬他 这个我知道 看得很清楚 他为什么尊敬他 OK 看下去就知道了 OK 看下去就知道了 OK 看下去就知道了 那个平常 刚刚他们两个一起到那个旅馆的时候 那个旅馆的时候 那个旅馆的主人 赶快跑出去接迎他 然后经理 那个旅馆的经理 赶快排那个铺地毯给他做 然后他的那个老板娘 就赶快拿那个什么啦? 叫什么 吃的毛巾啊 还有喷一点香水的 喷喷喷 像像的 这个不像 不 然后就给他书啊 镜子什么的 意思是我很尊重 很欢迎 给他非常舒服就对了 第一流的那种服务 别的那个客人 别的客人 让地方给他 让座位给他 有时候让好的房子给他 等等等等 还有那个 那个 厨师 厨师在那个 厨师在那个厨房里面 会拿给他最好的菜 最好的菜 等等 但是呢 现在 现在 一直说 他听那个老子讲话以后 他好像比较健备了 所以人家那些客人在那边 跟他挣位子 还有主人 不出来接迎他 老板娘也不给他什么 湿毛巾喷 跟法国的香水等等 没有啦 就这样子 他们没评论啦 不过我们看看 我们能水到一些什么东西 白的 很白的东西 怎么会变成好像有脏脏的呢? 有一点脏的呢? 为什么? 因为全部好 我们不要看得很清楚 光纤的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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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的光纤的光纤 光纤 光纤的光纤的光纤 光纤的光纤的光纤 那些有点黑的光纤 光纤的光纤的光纤 光纤的光纤有点黑的光纤 有一点好像有阴影什么 有黑的地方 他意思说 太白的时候 那个反光太厉害了 他意思说 太白的时候 那个反光太厉害了 好像有一点缺点 有一点黑的一种地方 有痕跡 就因为它太白的关系 感谢观看